感谢观看,远观看此士兵的您,永远健康幸福快乐,无敌的枪杆子,没错,这是金正恩关于保卫朝鲜的武器的最新提法,不是无敌的核武器,也不是无敌的核导弹,金晨,朝中设发布一条重磅消息,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军事委员会,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平壤举行,长安街知事APP发现,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讲话中指出, 全军要有无敌的枪杆子保卫朝鲜,提法有辩者是朝鲜劳动党七大之后,首次召开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,原文是这样说的,金正恩在扩大会议上,分析和总结廖朝,先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后,全民军完成军事政治任务的情况后,并指明廖进一步切实,树立党对革命武装力量的唯一领军体系,且建立革命的军风,一贯坚持党的训练革命方针思想革命方针军, 对现代化方针,改善军人生活问题等军队建设和军事活动的基本方向和途径,金正恩强调,全军要有无敌的枪杆子劳固地保,未并可靠地保证贯彻,落实朝鲜劳动党,七届,三中全会决议的全民性斗争, 金正恩高度评价人民军高举,保卫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,都要由我们包下来,的口号,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战区上,进到作为革命的先锋队伍,胜利军的本分,并表示期待和相信,将继续兼,守作为党和领袖的军队的革命性质和本色,出色地完成祖国和人民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和任务, 金正恩特别强调无敌的枪杆子,让人多少有些意外,事实上,最近一段时间,半岛局势似乎正有所波动,不久前的四月底,金正恩历史性地跨过三八线,与韩国总统文在营实现对话,气氛欢愉,欢欣鼓舞,随后,美朝领导人也隔空释放善意,并确定料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招美峰会,可熟料,仅仅过去半个月,16日,朝鲜就宣布, 因为韩美军演针对朝鲜敌意明显,取消人计划当天举行的北南高级别会谈,并警告美国也应对提上日程的招美首脑会晤的命运三思,长安街知识APP此前分析过,朝鲜愤怒的是美国的没有诚意,得寸进尺,美国似乎在回送尤其主导的利比亚契合模式,及当卡扎菲全部交出核武器后短短八年,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推翻要这个政权,这样的诚意,想必任何人都无法接受, 在金正恩上述表态前一天,朝鲜祖国和平统议委袁慧伟,袁长李善权也发表了一份声明,他表示,或要致使北南高级别会谈中止的严重事太不得到解决,将很难与韩国重新坐在一起,这位朝鲜高官话说得非常明确,朝鲜的立场是明确和不变的,今后的北南关系方向完全取决于韩国方面的行动, 迷范自然天情解栏,有苦难言在知识看来,如今朝鲜的考虑十分简单,我们已做出十分明显的让步,韩国和美国仍在大张旗鼓造军演,欺人探神,大魔,韩国到底是实魔态度呢? 事实上,韩国也是有苦难言,同样是在昨天,韩国国会外委会局,行全体会议,外常康奸和明确表态,信任金正恩戏和承诺,招美景在戏和方法上存分歧,当时,有议员问康奸和说,是否信任朝鲜国务委袁慧伟,袁长金正恩,康奸和时一片刻后做出肯定答复,该议员又问相不相信朝鲜的完全无合化承诺时,他答复称,与以往不同,这一次是朝鲜, 最高领导人踏上韩国土地,在与韩国总统举行的会谈上,产明了无合化决心,当然无合化,是需要验证的,但我们并没有陷入过度乐关怀,有不歇实际的幻想,被议员问及怎样看待美国国务卿腾奥,日前所谓美朝会谈,可能要满足于封存核武,而非归结于废弃核武时,康奸和回答,韩美促朝完全契合这一共同目标,是坚定不一的,康奸和认为,有酒,可验证, 不可逆的无合化,PVID和完全,可验证,不可逆的无合化,CVID这两个表述,或有语气强弱之别,归根结底是同一个意思,他评价称,对于核项目而言, 拆除和试验场远比,以往扎毁冷却卡更有意义,上述问答,周明显感觉得出,韩国家在美朝中间的滋味,不好受,知识此前多次提及,去年,韩国总统文在营上台,第二天就呼须南北开展对话,筹备将近一年终于实现,文在营的支持率高涨至80%多,文经会时,多少韩国老人看直播泪流满面, 从政府到民众,韩国确实太希望能和招先实现民族统一料,不过,韩国人是不有几则事不争的事实,主导权还掌握在美国手里,谁更疯狂会晤能成就成,如果不成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步骤,这是美国总统昨晚放的话,招美峰会告急,而美国并未展现出仕途做出修复的举措,结果让人错落且遗憾,相反,将金正恩称为疯狂火箭人的特盲谱,上述表态让怀疑, 到底是谁狂妄自大,美国总统这番言论过后,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又来出面救火,他说,美朝双方正按援计划队,首脑会进行筹备,朝鲜方面美有提出任何关于可能取消会谈的通知,美朝首脑会的时间和得点没有变化,至少目前从美国方面看没有变化,为朝谈判真正的实操者,总统国家安全室,陆助理博尔顿,说,除了美国的真实想法, 有关朝美首脑会晤的准备仍在继续,将近一切努力来确保会晤成功举行,但在对朝鲜完全的,可验证的,不可逆的无核化,CVID目标上不会退让,实际上,这就是美朝峰会告急的癥结,美国人,想让朝鲜先契合,再谈援助,而朝鲜则希望,一边分阶段契合,一边建立正常关系, 正在欧洲访问的王毅外,常为,朝美对话掏碎料心,他一边出访,一边关注半岛局势,16日,王毅在出访期间表示,半岛的问题由来已久,错综复杂,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相向而行,而不是背道而驰,尤其要防止一方显示灵活,另一方反而更趋强硬,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,我们不远看到这一现象重演, 我想强调的是,半岛当前的缓和局面非常来之不易,朝鲜方面为此采取的主动措施值得充分肯定,其他各方尤其是美方都应珍惜目前出现的和平机遇,大家都来做和平的促进者,而不是促退者,剑拔弩张之下,局势的发展需要各方多释放善意,少出点儿子,这话,美国人听得进去吗?感谢观看,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!